大家好 今天是6月3日 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天又下跌 昨天又下跌 今日又下跌 尷尬在29268點 我自己定義為4月份的頂部 也就是3月4月5月以來 從來都沒有成功衝穿過的區間頂位 在這些尷尬的位置回頭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力衝 A股在上個月的月底突破 帶動港股做一次反彈浪 不過港股真的只是站了一天 第二天 你可以說 星期三的時候勉強都站到29268 但今日失去299點 我只可以說市況的市底氣氛好很多 科技股亦都如我之前所說 其實低位不恐慌 也有適當的反彈 很多股份其實已經進入了區間 不過來到這些29268位置 買買貨都要小心 因為如果確認突破的話 上面3萬0100點 即有排你升有排你買 千點以外的水位 但是如果真是偶來偶去都突破不了 你現在這些水平買貨 就隨時摸區間頂 回可能不止一千 甚至乎千多兩千 落到28000以下 所以這個情況很尷尬 我建議大家繼續有貨 持貨先反彈先 但是以今天恆生指數跌300多點 我自己看消息圖 就覺得未散 不需要走鬼 好像較早之前和大家說 在低位一路等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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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也只能繼續持有 儘管留意 至今後偶爾反彈的5G股份 由於太弱勢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被譯itié 也這麼說 但彈彈至這些板塊 都質疑市場是否還有力彈 所以記住 29 268 這些尷尬位置 看清楚,企運才再買